嗨 大家好久不見 我現在人在美國舊金山 一段時間沒有更新是因為 過去兩到三個禮拜都沒有訓練 原本的計畫是在Kona的訓練之前 想先跟Winnie出國大概十天去紐約玩一下 然後回來就熟悉好好訓練 但沒想到到了紐約之後 家裡出了一點狀況 所以我要留在美國處理 那我就回不去 然後再加上在紐約的時候 我跟Winnie走太多路 每天大概走了十幾公里 然後紐約天氣很好 我一直想要在紐約跑步 所以就想要一直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然後這樣跑一跑跑一跑 是我玩完十天之後 Winnie回了台灣 然後我回到San Francisco的家裡休息一下 結果休息兩天 我突然有一天早上起來 右腳的這個Arch 這個地方 就腫起來 腫超級腫 而且幾乎走不動 我在猜有可能是 主體筋膜炎 然後回去看了一下 其實因為在美國 我走路都是用這雙鞋在走 這是Nike的React 3 據我所知 React 3的中族有做一些特殊處理 讓中族墊比較高 所以還有比較多一點的Support 讓你在踩踏的時候 你的腳不會往內轉 內側腳踝不會有太多壓迫 但我覺得我平常把它當成 走路寫在走的問題就是 它這個內側的支撐 一直壓迫到我的足弓 這樣一天走了好幾個小時 再加上早上 跑步當然不是穿這雙 跑步是穿之前那個 KUMA那雙 但是足底就沒有時間休息 所以變成我已經兩個禮拜都沒有辦法正常跑步 然後腳踏車又在台灣 這邊又不太方便去找游泳池 所以真的就是兩個禮拜 真的沒什麼訓練 最慘的是因為沒有辦法訓練 然後家人全部都在台灣 女兒也在台灣 太太也在台灣 沒辦法幫家人分擔這些家事 然後又沒有辦法好好訓練 所以其實最影響我的是這幾個禮拜的心情 就我覺得其實還蠻猶豫的 就沒有 我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沒有在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也沒有在做自己覺得對自己有產值的事情 所以這樣子兩個禮拜下來 其實我覺得心理狀況比生理的狀況退化的還要多 這幾天心情已經差到 我現在在積極地找線上的諮商師 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除了運動以外 我覺得很多時候心理的狀況 跟心理的健康是常常被忽略的一個話題 那想在這邊比較 openly 跟大家分享說 即便是像我一樣這麼開心的人 也是會有低潮 我希望是從現在開始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心理的狀況 還有 hopefully 以後怎麼找到替代方式 繼續訓練 然後受傷的話也要怎麼熬過受傷這段時間 不過我希望各位如果可能跟我一樣有遇到地潮的話 也能夠積極地去尋求諮商師的幫忙 還有看精神科這樣子 希望右腳的上市可以在這幾天好起來 運氣比較好的是我在這邊跟家人還有朋友已經借到了公路車 雖然跟三鐵車整個設定都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至少 I have something to work with 所以這幾天也跟我的教練有稍微在網路上討論一下 慢慢可以開始一些比較輕鬆的有氧運動 那可能先從腳踏車開始 跑步就先讓腳板休息一下 然後不要去 irritate腳 那他也我覺得蠻 supportive的 教練也是說先把心情癢好再說 那如果衝浪有幫助的話 比起去游泳他可能更鼓勵我去從浪 讓心情放鬆一下 回來訓練的整個效果才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運氣好的地方 就是有教練比較這麼前衛 不會說我開的課表就是要你吃死的吃完 他會了解到說選手在不同的環境底下會有不一樣的行徑 那真的是抱持正面的心態去面對訓練 這個訓練效果才會是最好 因為也沒什麼訓練 所以沒有太多能跟大家分享 不過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希望我能夠在短時間內趕快bounce back 然後就踏入訓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Role to Kona 2022的計畫 OK 我是Daren Live from San Francisco Signing off Peace